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今天又是炙热难忍的一天 虽然温度最高温华氏85度 可是感觉上像是90度 又闷又热 使人昏昏欲碎精神不振 现在从外面可以看到以前 新世纪商场里面被火烧焦的情形 莲花轻微 四盒约20美元 你敢买吗 我记得两年前我在网上买的时候 一盒大概也是这个价钱 三盒十块 三盒十块这一块收钱 这个四块五毛 榴莲收七块钱 那这个呢 这什么重 那重 十四块 两个十四块 两个十四块 一个七块 三盒十块钱收摊价 又让我碰上了 皮蛋瘦肉粥一块钱 但是重只要一个七块钱 买不起了 那我就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牛肉丸 牛肉 那我就排骨 哪一盒排骨 排骨一个这个 这个五盒一盒 这次地摊大扫荡 是真的扫得干净溜溜了吗 上个礼拜地摊已经无影无踪 这个礼拜持续不见踪影 这次是完真的咯 真的不太习惯没有地摊的法拉社 碾接 这么一来 什么奇人意识 也不见踪影了 白肉火龙果越来越便宜 现在一磅只有七毛八 旁边的几个古董摊位 该不会是漏网之鱼 这里有一片大型房屋招出广告墙 这是在东王朝对面的一栋新商场 没进去过这家美心饼屋 进去看看 这些食材 会不会是中饭 你给大家看看 越来越以后 那边是在全部一旦 鸡蛋 很喜欢吃拿破仑蛋糕 以前一条大概卖六七块吧 现在这么小一块就卖三块钱 牛角包也变这么小一个 买了杏仁书条奶油包和香草切片卷 超想吃丝瓜 可是一磅三块钱有点贵 奶油果两个一块钱买了 长江超市的红毛丹又从一磅九毛账到四块九毛 这丈夫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当别人在卖三块九毛九的时候 他们是全市最便宜的九毛九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标错价了 我注意到越来越多人又把口罩带回去了 已经快三年了 这所谓的变种还在变 真的不可思议啊 何时才能播云见日啊 纽约情报站在分发扇子 在这闷热不堪的天气里 真是一把即时扇啊 在罗斯福大道上又开了一家明炉烧腊店 叫旺盛饭店 他们卖了有蛋炒饭 南瓜凌肉饭 新州炒米粉 三宝饭 明炉烧鸭 还有肉粽 葱油饼 皮蛋瘦肉粥之类的 因是新开张 本来想捧场一下 但我觉得没什么新意 再瞄了一下价钱 三宝饭十块钱 想想不如再去买 四餐一趟 还可以吃到四宝呢 他们增加了现炒菜 有红烧狮子头 台湾三杯鸡 糖醋排骨等等 他们现在又涨价了 从八块七毛五涨到八块九毛九将近九块钱 这样还滑得来吗 他们的分量没有减少 还是一样的多 有鱼有肉有菜 还是可以一盒吃两餐 我说还是滑得来 本来是要带回家的 可是因为他们菜太多了 就装不下去 我只好在那边先吃一吃 再带回家 是要带回家 它们把它给亖宝 字幕志愿者 感谢收看请按赞留言分享和订阅